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是已经消失了19年的这个海峰岛 为什么最近又出没了 真的是难以解释 我们稍后带您来揭秘 还有来看的是 除了会移动的岛屿之外 台湾还有在特定时候 才会出现的神秘建筑物 那么其中有很多高雄人知道说 西子湾就是有一个清凉无比的隧道 但是很多高雄不知道的是 这清凉的隧道里面 居然还有错综复杂的隧道群 打仗的时候功用可大了 我们稍后告诉您 先来介绍今天宇会来宾属的教室 资讯媒体王瑞德先生 惠敏好 大家好 江中博先生 惠敏观看本大好 财经专家献哥 惠敏好 大家好 再来就是命理老师林建盈老师 惠敏好 大家好 社会观台加根本 惠敏好 大家好 国气廉价 台南涌进了非常多的观光客 海岸路上知名的牛肉汤店门口 消费者大排长龙 排队人龙一直排到十只路口 最少排了十个店面 让路过的开车民众嘖嘖称奇 很多人一大早就为了这一晚 不少观光客来到台南 早餐的选择之一 就是要来碗热腾腾的牛肉汤 你以为这是台南人的日常 但其实恐怕不见得 不少台南人早餐不见得要吃牛肉汤 却意外成了观光客的最爱 而台南牛肉汤的做法与众不同 汆烫温体牛肉吃得出肉质鲜嫩 汤头用多种蔬果熬煮 味道更是鲜美 台南牛肉主要是来自 善化的屠宰场 凌晨由善化往各地直送 店家收到最新鲜的牛肉 马上汆烫 味道最鲜美 汆烫过的酸笋和肥肠下锅炒 翻炒中飘出阵阵香气 不一会儿一道酸笋炒肥肠就完成了 类似食材出现在北部的餐厅 美食作家黄婉玲 日前来到北部米其林台菜餐厅用餐 看到酸笋炒肠端上桌 有些话不吐不款 我绝对不吃它是因为 我觉得我是去玩好心情 你端着这一盘上来 有点臭眉头 然后他把桑宴摆上餐桌上 还原当天用餐场景 黄婉玲直呼自己惊讶到没动筷子 購出米其林台菜餐厅招牌菜的照片 桌肠油脂没处理 正切断状 副科桑宴形式 餐桌上有道桑宴菜市店家招牌菜 让了解台菜礼仪讯息的作家超傻眼 感叹排测文化恐怕出现断层 虎头峰被抓到装在宝特坪内 还不断展示挣扎 但仔细看后方的背景 是一整片湛蓝海水 还有钓客架着鱼竿在钓鱼 这只虎头峰怎么会跑到大海上 钓客遭到虎头峰遮伤 背后红肿一大块 但这群钓客出海大约10海里的距离 让受伤的民众纳闷 虎头峰难道真能飞这么远吗 过去也有不少虎头峰伤人案例 但大多集中在山区 少数发生在平地郊区 海上出现虎头峰的状况实在少见 原来夏末秋初之际 正是他们竹巢活跃的时候 尤其今年台风减少 更助长了虎头峰的繁殖 最有可能的情况 是躲在船舱跟到了外海 这位钓客出海遭到遮伤 却意外引发话题 哇来看看 这个消失很久的沙洲大街 原来不见了 19年之后他又现身了 为什么呢 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呢 那么这几天榜员会 台南的余光岛对不对 那是一个现在已经变成 观光特区的一个余光岛 那事实上呢 台湾有很多的这个沙洲 过去我记得读书的时候 外山顶舟 就特别有读到这个字眼 沙洲就不断地在台湾的 沿海近海呢 就一个一个产生了 那么消失了19年的 这个海峰岛 那么应该不会啊 为什么呢 因为台风来它是沙洲嘛 所以呢台风来了以后 就把沙的整个东西不见了以后 消失19年 最初又出在台西外海浮出来了 那有人经过的时候呢 发现以后就很兴奋啊 很兴奋的以后 就一船时十船百等等 那事实上呢 那么有人说 这应该不是之前的这个 等于说海峰岛吧 这会不会是新的 因为这个沙洲是不是变成新的 那么跟各位讲一下 沙洲是怎么形成的 因为很简单 沙洲就是 那么比如说我们楼水银 楼水银 为什么叫楼水呢 因为它带了很多的沙嘛 然后呢 每年听说超过 一百万立方公尺的沙 就堆积到出海口的附近 然后再加上海流海潮了以后呢 就慢慢堆积慢慢堆积 就在海平面的上面呢 涨潮没有浮下去 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 各式各样的沙洲 外山顶洲也是这样的 有时候规模蛮大的哦 那您可以想想看 一个沙洲 一下有 一下没有 莫怪那个当地人啊 觉得非常非常的 神出鬼没 觉得有趣啊 怎么又看到这个沙洲 就看到一个岛 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那么因为是在大西 那台西对不对 自身就是什么 台西风云啊 好像很多的这个 道上的一个狠角色 好像都来自于台西 其实这是个误解 台西人因为他们的土地 严分太高 所以你正中都不适合 那风又大干什么 在这个地方 所以就练就了台西人啊 吃苦 耐劳 那还有因为我们散争嘛 所以怎么办 很多人外出 我们三年波新北市三重 三年波就很多台西人 那为来 现在来偷谈来台北偷谈的人 没有办法去住在很贵的台北市 他会住在比较乡型之家 比较便宜的新北市宜景 叫做台北关的三年波 二年波三年波 就住了很多的台西人 他们真团结 好打抱不平 帮人家出头啊 那所以呢也会有这个台西 那为什么会有人外面都有一些 这个等于说 奇怪认为说台西人是不是出流氓啊 是不是出黑道 那其实是跟一个电影 跟一本书有关系 就是我刚才讲的台西风云 台西是因为 他们自己很团结 然后呢很愿意吃苦耐劳 我们有好多的博士跟甚至于有一些 婚姻观观点都是台西人啊 那除此之外 台西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宗教的部分 那都知道海参都拜妈祖 有些人偷海人嘛对吧 都拜妈祖 台西呢 那么有些人拜妈祖 但是呢 有很多的人拜一个神明祖先啊 叫做张巡 那么他们相传那时 有同样有一个叠牌子 当时我们有很多的妈祖廟 或是官邸廟都是这样来 一个叠牌子有没有 上面就放香火 香火那么张巡跟各位解释一下 那么张巡就是安史之乱 安禄山在唐朝造反的时候 然后呢死守随阳 他跟另外一位徐远啊 张巡徐远死守随阳啊 战道一兵一主 连北也拿来台 所以他个性非常忠义 也非常刚烈 他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宗教圣地 安西府就是因为冬初有一个叠牌子 就有这个张巡的雄慧 所以后来就在安西府这个地方啊 拜这个张巡啊 那么也有意思的是哦 为什么他有一些神迹 为什么 因为呢 那么当时要盖庙 要盖庙的时候呢 不是这要有木头吗 结果在对岸 中国的这个 几百年仅在对岸的福州 有一位老人家来订 来订木头 乞秋三 乞秋三那个木头很好啊 然后呢 要求老板要把那个每个木头 都刻上他的名字叫张巡 结果要把它排在一排 然后呢 那怎么运 直接丢到海里面就好了 就没想到这些 这个老先生来买的 那么这些木头 后来真的出现在 这个台西的外海 所以就盖了所谓的安西府 有人就说老先生 根本就是张巡自己化身的 就丢啊 有这样的神迹 那更何况盖在那个地方 还有一个说法 这个盖庙的地方刚好是一个凤凰的活屑 所以清朝那时候在台湾的官来看了以后 这个宝屑他一般这个风水 所以一看这个宝屑 既然是凤凰活屑 就不能让凤凰跑掉啊 所以怎么办 各位现在去安西府看 就是把用三肩十柱 把顶的凤凰不是展翅才会飞嘛 所以呢 把翅膀那个地方顶起来 顶起来你就不会走 这个地方永远都是宝穴 这就是台西安西府的故事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张巡的神迹 所以他的贤贵 台西也特别的旺 再来看一下摩西分海的故事 这是圣经里面的故事 你会不会觉得说会不会很离谱啊 怎么会摩西的帐一开之后呢 海就为他开出路来了 其实 选好时间地点 好像每个人都有能力分海是不是 对 在金门就有 对在台澎金马有两个地方可以摩西分海 一个在金门 一个在澎湖 那我们来讲到金门 金门大金门小金门 还有一个大胆二胆 那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叫做建公寓 那建公寓非常小 他其实距离这海边 差不多两千三百米左右 那只要退潮的时候 土地就会慢慢浮出来 你就可以打赤脚过去 那现在这个金门的一个县政府 把它改成一个所谓的观光的地方 所以用大理石铺了一个非常好的步道 你只要两个小时以内去 赶快回来 等到涨潮之后 你就回不来了 路子不见了 对对对对 那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但他想不到 这个漂亮的地方 他刚刚在清朝的时候是关麻风病人的地方 因为过去麻风病没有可以嘛 而且他灰沫传染 过去如果在日本 时代通在台湾的时候 如果像有麻风的 在那上去以前 没有就用草双把你围起来 整个草双围起来 外面撵那个白酒灰 什么人都不能去 只要什么东西拿去买 死就死在那儿 所以以前是这样子 那后来因为在两岸分治以后 国民党转进到台湾以后 金门变成前线啊 那前线以后 那个岛不错 那个岛因为刚好就是二手 大金门跟小金门的水道 所以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碉堡 后来又两岸之间又慢慢和缓 那个碉堡现在也没有驻军了 就变成一个观光的地方 那讲到金门这个地方 很多人可能没有去过 其实金门也是蛮好玩的 我在金门一年三个月 那金门有一个动物 有一个一个一个鱼 非常奇怪 叫做钢盔鱼 钢盔鱼的 真的很像钢盔没错 真的很像带着钢盔往前冲 那种感觉 真的很有占地的感觉 对不对 连鱼都带钢盔你就知道 真的打仗 人生不带吗 八二三是什么打的 这些鱼本来没有带钢盔 后来都带钢盔 钢盔鱼呢 他又叫夫妻鱼 又叫做水中鸳鸯 因为他永远就是两只 母着 因为母的比较有力 比较肥胖 那男的呢 弓的比较瘦弱 所以母的就是拉着弓的 弓的就是躺在母的这个 怀抱里面 没有就躺在他的背上 然后就这样 这样凉酥凉酥 每天都喝高楼 这面高楼就好了啦 但是这些叫酵 酵做生 所以我们今天有人 给他说 酵后子后孙 就是酵子好孙 多子多孙的意思 其实是一个好的东西 酵这个东西是吸引你的化石 所以转切改他现在已经是保育 类的一个动物了 金盟有一个理由 就是如果 如果猜好冬会衰三冬 如果猜好母会衰一刀骨 就是你猜到好母会含冬在一起猜 但你如果猜到冬 母的不够猜的时候 你等于拆散人家的婚姻 拆散好的因缘 所以好在那很重要 好你不要稍微看 现在金盟 他有一个水产试验手 他养了差不多有二十万只的好 为什么 因为好的雪是蓝色的雪 我们人的雪是红色 很多雪都是红色的 为什么 因为里面有雪红素 他里面那个雪 他没有雪红素 他是铜 他是里面有铜 所以他带着钢灰 所以他的雪也是跟钢灰一样 是绿色的 是蓝色的 那蓝的雪有什么用呢 用做次那个试剂 是医学用的 所以非常的贵 一公升可以卖到一百八十万台币 一公升 那一般全世界一年抓了六十万只 那每一只蓝牙抓到的时候 都抽百分之三十的火 就把它放回去 结果有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 全部都会死掉 那现在就全世界变成保育了 你要用它你就不能这样子 因为你知道抽了太多 它就没那么多火 你只会抽了 抽了就没火了 最主要也是用什么呢 最主要是大肠感菌 跟沙门市感菌 他只要你的那个血一抽起来 他一滴的四季下去 就马上知道 你是不是染上了大肠感菌 我再来看看台湾本岛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景观 鹅壳 鹅啊 鹅爱扛的沙滩 怎么那么厉害 在大鹏湾 有没有 它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工岛 而且这个人工岛 它是在海水退潮时 它才会浮出水面 那它的占地面积 约有大概六千四百平方公尺 其实它这个岛 这个所谓的人工岛 它是在民国六零年代 那时候 它是一个养科人家的一个无星之座 为什么会说是无星之座呢 其实早期 他们这些养科人家 他们只是要堆积一些废弃的磕壳 所以他们就在湖中 选了一处来堆积 堆积堆积的 怎么会知道堆积了三十年 海水退潮以后 怎么会有一个磕壳沙滩 对 怎么会有一个磕壳沙滩 突然浮出水面 所以这个磕壳沙滩 有没有 它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人工 堆积起来的一个人工岛 所以非常的特别 那说到这个磕壳 说到这个额碍 刚好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其实他早期是住在嘉义 那因为以前可能不学好 或者是说可能早期 他可能想要跟爸妈讲说 要去台北打拼 要看看有点稍微 还是做什么 所以他就上来台北 所以后来他就加入了飙车组 那时候未满十八岁 我们大概十五六岁 十六七岁就骑机车了 所以后来加入了飙车组以后 后来又跟了大哥加入了帮派 那后来在他未满十八岁 十七岁的时候 那时候也因为杀人未遂跟伤害 还有一些组织条例 进去里面关了五六年 那关了五六年以后 出来以后 他这个人在我们这一群的朋友圈 他就消失了 那后来是因为我又过了几年 我遇到他一个哥哥 那我从他哥哥的口中去问他说 奇怪 你弟怎么出来 都没有跟大家朋友这样子联络 是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没有 他说他弟有没有 关出来了以后 他就没有跟这些朋友联络 那他干嘛呢 因为他是嘉义人 他是嘉义破住家里人 可是他阿姨他们都是在东石那边 他回去他阿姨跟他妈妈那边干嘛呢 回去家里帮忙 就是采科跟挖科的这个工作就对了 那我说那也是可以跟我们联络啊 他说没有 他觉得说他在里面关了这一趟以后 他觉得说他出来 他妈妈年纪也大了 他阿嬷年纪也老了 他觉得想要回家帮忙 那我说那现在 所以是回去做儿子的行李就对了 他说对 那但是他说现在做的还不错 说也开了餐厅 那我说那你可以把你弟的联络 电话给我 我跟他联络一下打个招呼嘛 关心一下 后来我就打电话给他 打给他的以后 他竟然吓一跳 他说他关出来这么久 他说我是第一个联络上他的人 因为什么 他说很多朋友 他都已经不联络了 那我说那你现在在做 回家帮你阿姨做这蚵子的行李做得好吗 他说他就回去 他说回去的时候就是采蚵仔嘛 挖蚵仔嘛 做一做后来他自己干嘛呢 他想说那干脆在家 在他们阿姨的公司附近 有没有 开一个那个蚵仔面线 还有一个炸一个蚵卷 他说就卖这两个东西 一个路边摊 小小一台摊车哦 一个一个炉子这样子 他说哇 每天都卖到完啊 生鲜好吃 对应该就是主打就是新鲜 然后再加上成本低 然后后来他阿姨看到了这一块以后 他跟他讲说 不然来开一间蚵仔 蚵仔餐厅就对了 就是所有的料理里面 全部都是蚵仔 在那边做的也有声有色 那我说那你现在进行这个餐厅 是非常的好啊 而且他不只是 在经营这个蚵仔的餐厅而已 他说现在新竹以北的一些 我们如果去夜市 你会看到一些烤一些牡蠣 他说这些牡蠣 也都是跟他叫的 甚至有一些 我们台北现在也有一些 什么蚵仔的那个蚵仔海产 有没有 也是跟他叫 所以后来他说 他关出来以后 回到家里 他觉得他这样子做 做得非常的不错 所以他们当地人 也都觉得说 他被关了这一趟出来 真的是冗住回逃 冗住回逃 对他刮目相看 来一首歌 来冰点唱 是 好我们来看湖中之岛的能量 也非常的特别 比方说嘉义的梅花湖 对宜兰的梅花湖 宜兰的梅花湖 对宜兰的梅花湖 他地理上很特殊 就是说他那个龙珠 就吐到那个湖里面 刚好那是一只那个龙龟 他吐了一个珠在 那个能量点 那后来呢 就是因为这个地理通天透地 所以道教呢 就是把这个总庙三清宫就盖在这个 所以道教的总庙三清就是已经最高级了 也就表示可以通到这个宇宙里面的源头了 所以这个 所以去梅花湖玩可以去参拜一下 去梅花湖参拜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你到了那个岛 那个岛有是他的能量中心 那我有一个学生以前练气功练的岔气 岔气就是那个那个火有点走火了 那很严重 那后来我就带他到这个梅花湖的那个 中间的那个湖心的那个龙珠的地方 我叫他叫他采 那采这个龙穴的珠 你要一手我们的涌泉穴 那涌泉穴呢 不是针灸那个涌泉穴 是气功的涌泉穴 是在刚好是在你脚背弯的那个位置 那个点 那个才是采 就是有的人说 不能当兵是因为通通没有弯点 他就可以天天采泳泉穴 那个那个泳泉穴是新泳泉穴 就是说你要一手那里 那庄子说真人 就是你的你的灵魂 是什么是以肿呼吸 就是他采的铃穴 是从新泳泉穴那里采 所以你在采地气的时候 你要从这个泳泉穴 那么采上来导引到上面 那这个是我们采这个龙穴的 后来他他病去了几次以后 就静脉就改善了 改善以后他就想到他妈妈从年轻一直 大病是没有小病不断 身体他把妈妈也带去 现在他妈妈已经九十几岁了 那个体质完全都改善 所以那个如果到这个梅花湖 如果观光的话顺便采点去 所以这真的是不错的一个建议 好这个是我们逛完了 会消失移动的岛屿 以及能量岛屿之后呢 接下来来看看目前全台湾 精进能量最强的地方 桃园 哇负得了 人潮多商机多 惠敏你想想看连续假期 我以上次的中秋廉假 你知道吗 桃园这塞爆了 六十三万人去玩桃园 那这次呢 这个双十廉假 大家有发现 如果你走到中山高南下到平正交友到下不去 为什么就封起来 干脆就南下封起来 那你要走替代道路才能进去 进去干嘛呢 我告诉你 大家都知道桃园 现在有个新市镇 青浦 对不对 青浦现在又有什么outlet 还有水族館 影城家具大型的 在那边好多人都去 荷家光临 爸爸妈妈带小孩很适合 不过 我没去过 你没去过 下回来走走 下回来 这个一到五 平常日人 你可以去试试看 不要跟人家挤就对了 我的妈 一天就十八万人次 不过依照你的资历 我建议你不要玩这种新兴地区 你可以去老街 对 吃饱饭 老景点 大溪老街 还有十门水库 所以你看这排下来 因为这新鲜嘛 所以十八点三万人 大溪老街也排名第二 十门水库 知活鱼排名第六 而慈狐呢 慈狐 他现在新增了水岸舞台 老点新花亚 对所以变成说 白天你去那边走一走 吃了鱼 吃了豆干 也逛完了水族馆 然后你到石湖那边 还看水舞秀 是 好 可是我特别想讲的是 老景点 大溪 为什么呢 我跟他讲 这个老点新玩法 你知道大溪的人 老的背后跟你讲 来这吃豆干 会做干 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谚语 这个行销点不错 是 那是不是会做官不知道 但是呢这个豆干之所以会有名 是因为还真的是有人加持过 你看我们这李顾总统李登辉先生 是 陈水扁呢 还有在早年 哦 这个就是当年的小蒋 蒋顾总统 蒋经国先生 八次曾经到一个皇家豆干 去拜访过 你知道豆干 我跟大家讲一个 你可能不晓得的 其实早年 豆干刚做的时候 那是有钱人才吃得起零嘴 一般民众吃什么 吃豆腐啊 豆腐乳啊 然后过年逢年过节呢 他们才会去买三块豆干 来凑成一整套的祭品 你就知道 那时候是有钱人才吃的 但是呢 这个豆干后来因为随着 民国六十四年 十湖临景开放 很多游客去 所以豆干就开始变大了商机 可是大家想不想 这个皇家豆干 其实有一些故事 蛮有趣的 我们来看 其实现在你去看的那个经营的是第三代的老板 第三代 他就讲早年是他爷爷 一开始本来也不是做豆干 他说他爷爷呢 是做麻油的 榨油的 那因为这样子会接触到黄豆 他就发现说那黄豆 刚好他们皇家后院的那个井水水值 不错 大西出美女 大西出好水 他就用他们后家的井水 庭院后家后面的井水 然后来做这些豆干 而且他说这个豆干还有些技巧 比方说你这个豆干在这个腌制的过程 还要有蔗糖 蔗糖要煮到碳化 要煮到恰到好处 然后呢 豆干还要风干 要用这个电风扇去吹 所以放久了 也还是很对味 好你知道这是要有技巧的吗 爷爷那时候做得不错 后来要交棒 要交棒给谁呢 这个第三代就回忆了 他说他爸爸其实当时是排行老妖 那他上面还有一个大伯二伯 这个爷爷就说三个儿子过来抽签 还叫一个这个长者来做见证 见证 就他爸一抽抽到豆干 另外两个是什么 土地 还有一个是榨油 开玩笑 抽到豆干 天注定嘛 没关系命中注定就做了 他说他爸那时候在做的时候呢 其实有遇到一些波折 比方说他第一次做的时候就遇到了第一次的这个财务危机啊 可是这个我刚才讲 这现在这第三代的这个老板啊 他当时在当兵 他看到他爸爸经营豆干有财务危机 结果他刚好当兵的 有一个朋友 家里是做这个黄豆疲乏 说你们现在财务危机可能连买黄豆都买不起 没关系 不要紧啦 我黄豆有多少给你 让你渡过难关了 结果他到现在都很感谢他这位当兵的朋友哦 所以目前黄豆都还跟他进 然后呢 后来又经过了第二次的资金周转布林 是在民国七十年 那时候又爆发第二次财务危机 所以呢 他们后来就出技术 然后呢 找台中的纺织做金主 然后呢 现在豆干 竟然遍地开花 做到老店分家遍布全呆 桃园真的是夯了耶 夯的到什么地步呢 我们来看一下光是桃园的 大圆这个地方 增加里面增加 但是这个地方存款破益的上千人 这不可能 我跟你说 你不懂得想过去的桃园了 过去的桃园 那可能是没有说很进步的地方 我跟你说 现在桃园有多少人有多少 够楼清清菜菜 你如果没注意去弄到三个人 里面两个都正业 真的三分之一 为什么桃园会那些人穿 最主要就是为什么 因为桃园的银口千业 都是有业没出 有去没有出 现在已经226万人了 所以六都里面他没输 但是你看他的工业 所以现在新北人数还是最多的 对 人数都不好 你知道他的工业产值 已经超过足科了你知道吗 他的工业产值一年3.2兆 以前是这样 但现在不同样了 现在担在桃园走路 有风筒的人要回这个 我们所有的科 内科是最多的 3.9亿 都来桃园3.2亿 到来竹科 中科 南科 主山科 去哪里面 我会说 里面现在就来科最多了 高雄来到哪一科 对 不知道什么科 竹科 路律的路竹科 你主要就是什么 人家嘛 你人家进去外来都外来人口千业的时候 一个家庭如果四复印在那里 就有垂直工作 你就会落脚在那边 所以整个带动什么 带动厨 只有一到五月 所有六都 这次整个翻起来 整个移转动数是转六都之冠 比古年级十三点四趴 我们现在不是不能出去 现在不是疫情 现在不是都要关在家对吗 这样什么人要去看厨 我跟你说 你想都不够 今年 要去台湾 头到台湾 两个叫做井坤 我们过去除光了这什么你知道吗 说纯纯欲动对吗 云云想要盯盯 不是啦 已经盯盯了 你知道这什么新北新店 那个新北市中央英雄 那个二十五便 这三九便 一天里面 妙三 你说像台北这样 不是 竹科 我们那个新地的那个铁楼 那个高铁那 有一个案 竟然要要花红丹 人家去拜两天 像说我跟你有学生 我自己落下 你就不用拜 但是你如果没有学生的时候 你要带人头去拜 第一天拿到的 所以是抢红丹 是在买博二加蛋黄酥 也没有这个行 你也帮帮忙 我会说 你可能 你只说两位而已 我会说连台中也同样 这样整个队寸 高雄 二千 净 好 两个 都来到台南南科 南科现在是因为台积电要去 你知道现在一边的餐地 起到八万块 我们回头说到 为什么偷偷偷 会这么穿 因为有一个航空城 航空城三千两百公斤 里面你们家如果是政策的 月不好学 叫冰修的 秦材秀的 你就七千万八千万 啊 难怪存款破译了 那么多 你爸就不可以花钱 所以都夾到浪费 大家都知道 你们家如果没卖到的 要给你供给 本来一百多 本来一百多 八千到一万 总要 牛到多少你知道 十二万 起十倍 好 那真正 有吐司有财 对对对对 所以说 为什么大方的金融支构 其实就大方的浪费 你现在不可以叫人大方 你叫人大方 大方 因為我说 那不是音乐 你记得了 大方 现在不能说大方 要说大方 我跟你说 一億超过一千億 你看看 所以说你去那是不是 青菜渡到三个阿伯 四个阿伯 四个阿伯 三分之一 都超过一億 你不要看 看他这样 我们如果说到 土屏 那是一个新都心 土屏 古的 豪雅人的所在 藝文中心 那是古土屏 但是现在 新都心在 高铁特区 高铁特区就是捷印站 A17 A18 A19 A18就是高铁 A19就是看棒球的所在 跟美术馆 那所在 A17在头前 那所在高铁特区 未来的新市政 那里面有两个 这两个 那里面有一个兄弟 是由他新得来的 他之前两千年 以前就在那里耕耕了 他有一万三千元的土地 青菜 脈酒 客客 他们的薪金就是四十億了 另外第二段 土屏的水里肺 全身的水里肺 都很最好的 最厚用地八千元 哇 这也是真好 反正你想都不够 那经验有两个百亿的隐形地主 两个 我跟你说 都三十九年住的 都很好的 两个都现在 都做土水工 都是稍微比较而已 两个在那里做 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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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做 由土水工做成工头 工头 做模子 整个都毛工爹 做来自己做老闆 要招到的 是 只这样而已 他们现在这两个 身材都超过一百亿 所以说台湾 可是台湾 机会 台湾梦想 所以台湾 你只要有打招 你就会变亿万互工 互翁 甚至是百亿互翁 而且桃园人 有一个事情 是台北没有的 可以拽到台北 没得吃的 那就是早餐界的LV 對 桃园市有沒有 剛剛大家都在讲桃园 我现在讲桃园 不仅讓我好想趕快去吃 這間早餐店 那時候我學生時期 高中的時候 那邊有一間早餐店 這間早餐店 他走的是中高的價位 而且他這間早餐店 他排的是人山人海 他是一樓到三樓 然後他最特別的是說 他的燒肉的系列 就是可能你叫燒肉三明治 燒肉漢堡 或者是燒肉特餐 這個吃下來一頓 可能比你中餐的價格 都要來得高 高中的時候 我是在桃园讀書 我那時候在做 車床洗床的業務 一個月就是三萬多塊 我每天早餐 都要花一百三至一百五 吃他的早餐 老闆娘說我說 隔壁你吃一個便當吃 上便當才七十五塊 你才去吃這麼好 但是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不吃他們家的早餐 好像每 就是當天工作 沒有精神這樣 所以他的生意非常的好 那老闆娘很欠缺 他請了大概十來個人 一個早餐店 請十個人 不得了 他那時候他做到 中午十一二點的時候 他覺得說行李這麼好 不敢休息 他幹嘛呢 他中午還賣牛排 中午改賣牛排 賣到晚上 賣到晚上大概七八點 就下班 可是自從他有這個想法 改賣牛排 跟減餐以後有沒有 生意開始就打擊到了 為什麼 因為有的客人會覺得 你始終是一間早餐店 那可是你現在換做牛排 是不是做雜了呢 他賣牛排以後 開始就漸漸影響到 他做早餐的生意 你生意就開始越來越差 但是還是冰冰球就對了 我在看一天 應該不十幾萬 應該是涼涼 為什麼 他早餐 他賣早餐前面 是一個鐵板的那個 一個吧台 後面賣飲料 他那個賣飲料的話 你去看的話 你覺得他是一家飲料店 他那個飲料店 他賣飲料上面 還有一個做一個很大的看板 就好像是葵可利這樣 你要喝各式各樣的飲料都有 中午早餐店 你怎麼可能去找到這樣 有在賣飲料 飲料罷的早餐店呢 但是他後來那時候賣牛排有沒有 生意走下坡的時候 那時候好像可能有一個常客 也就是 後來他遇到的這個貴人 他這個常客跟他講說 你這樣做牛排 好像生意變得不好 他說我跟你建議 你生意牛排不要賣了 這樣生意會去應用到 後來因為這個貴人 跟他講這樣子的話 老闆娘聽進去 他真的就把牛排收起來 中午下午晚上的 那個減餐牛排 就不做了 就整身跟他做這個材料 生意讓他做 又做回來了 而且反而更好 那但是他生意 越做越好以後 後來這個貴人有沒有 就有跟他講說 你這樣生意這麼好 你有沒有考慮說 要讓人家來開放加盟 後來老闆娘就跟這個貴人講說 他沒有這個預算 為什麼生意這麼好 你怎麼可能還讓人家來加盟 你沒贏就沒贏死了 哪有可能去補這個頭 後來他就跟他講 就回絕掉 他說我實在沒有辦法 多餘的手腳 來做這個擴展加盟的這個事業 後來最清楚 跟他講說 那你這個事情你不用擔心 那你這個後面的事情 文宣 宣傳 廣告我都幫你處理 甚至這個企劃案 我也可以來幫你寫 後來老闆娘就心裡想一想說 那這樣聽一聽好像 不加入好像有點可惜 他就答應了這個貴人 後來這個貴人就幹嘛 就真的幫他開放 全省開放加盟 應該是說不是全省 新竹以北 後來新竹以北 現在開始開放加盟以後 一開始開放加盟 就有一二十家來加盟 那一二十家來加盟 他覺得說他這個沒有一個 正式的一個中央廚房有沒有 好像做不起來 他就把他這個創始店收起來 在他附近的一個桃園的 一個藝文特區的一個市中心 就是市中心的一個附近 他花了一個將近 花了兩三千萬 次之打造一個 很有規模的一個中央廚房 跟總店 那個外觀看起來 你外觀這樣看 你會覺得說 這個是什麼餐飲店 怎麼比麥當勞還要豪華 沒有錯他蓋的真的很豪華 你去吃你會覺得說 這一餐去吃 就要吃三四百塊 對所以後來這個金主 就幫他出錢 又幫他出力 他現在他全省的店 已經大約將近有四十幾家 快五十家 專精於早餐做出不同的特色 是 而且而且桃園人 桃園市的桃園人 都很愛這一間早餐店 雖然他的價格比人家高 可是桃園人就不知道什麼 就覺得他的早餐店 不知道是有放火還是什麼 就是吃一次就掉了 真的要去吃 店名想到的是他那個早餐 對不對 有很多人想說桃園 要出國經過的地方 又出國經過 就有很多很多的商機了 對 這個是那個復興航空公司 他雖然關掉 可是他的空廚 他的空廚裡面的料理非常好吃 他以前請一個姓白的經理 來研究了很多 我去吃過了幾次 他他的空廚裡面的水準 第一個衛生又很好 可是有一天他一個同齡老師 那就是說他好像裡面有一些 沒乾淨的東西 後來我去看了 看了以後 在門口現在你到父親公主 看了兩隻那個很大的那個死雕皮繡 就給他放在那個工廠的這個大門口裡面 那他外面呢就是他的你看那個麵包店 那個麵包店看起來好像附近都沒有人 他離主委那個漁港很近 但是那個地方就沒有 剛才那個機場後邊嘛 連接著機場 可是你看起來不能 一個月可以做四五百萬的 你想想看這個一個小店 我們在台北 我們人來人往都還沒有他厲害 也許桃園這一塊地 可能不只只有人進去出不來 大概東西在這裡也會接到地氣 就是說你會有很多那個想法 所以這個地方是很創意的地方 所以桃園是一塊好的地理 但是有人說桃園再怎麼好 就是有一個全台灣最醜的車站 怎麼會這樣子 不能說最醜的車站 因為他的車站 事實上在中立火車站 他的前面的商場 現在已經有小西門丁之稱了 為什麼呢 已經到二三十年前 因為你包括這個湖口莊甲旅 那麼湖口還有是個平鎮 很多阿兵哥那個兵員很多 那後來隨著國軍的軍事軍事專案 所以阿兵哥越來越少 可是問題是阿兵哥的這個客員沒有了 因為以前都會到中立火車站 這個地方來轉 所以這個地方就變成 大家會在這個地方吃飯 然後吃冰 不知道為什麼以前冰果式泡沫紅茶店 然後後來為什麼這個地方 現在會發展成小西門丁 跟一個等於說外籍移工 大量來桃園有關係 單單在我們全國加起來對不對 單單在桃園地區的外籍移工 加起來有十幾萬 人潮就是前潮 沒有錯 十幾萬的外籍移工 他不會只是外籍移工 他們算了一下 大概一年 單單這些外籍移工聚集在桃園這附近 中立火車站附近的商機 大概快接近我看了一下 快要新台幣80億 那他們離鄉背景 來這個地方是不是很辛苦 對 一到禮拜五工作非常的辛苦 然後錢不是賺了以後 要匯錢回去 還有一些中介費用等等扣掉 其實能花的零用錢 大概都只有五六千塊 但是他們如果能夠有機會 來這個地方聚集的時候 硬金嘎開 但是都不是花大錢 硬金嘎開 上面 該買的290 390 他就買啊 那該吃的行不當當加起來 一百九兩百多 他也吃啊 對不對 你不要小看這個金額 為什麼 當有一群螞蟻熊兵 那麼大家都來消費的時候 那你薄利多銷 你都做這個的時候 大家就一間一間這樣 全部都做起來 所以現在就解釋 為什麼這個中立火車站 西口冷凍附近 現在幾乎到假日的都是 外籍移工的天下 賺錢賺到搶搶棍 廣告之後金爆100秒馬上回來 她是桃園平鎮區平南里長江沛瑩 擔任里長已經六年 過去和兩個姐姐組成閃亮三姐妹 宏吉一時 離開演藝圈後踏入政壇 這回她接到民眾控訴 連數三千位李明向桃園市政府陳情 現在她站出來要替李明討公道 傳訊息或是打電話 一直去做一個讓他們會覺得恐懼騷擾的動作 叫他們交出還金金牌這些東西 江沛瑩口中的人就是她 早在2012年曾經因為經營應招戰被抓 還被警方移送 被現在的裁委也好 或者是裡面的 或者之前的委員這一些抓到把柄 可以保護她的人 然後出面 然後弄某些條件跟她交換 不過面對指控涉嫌A走香油前 新任主委坦承自己過去曾經走錯路 但不代表宮廟主委的位置 就是黑箱作業換來的 歷時悠久的宮廟爆出遭到強戰 現在藝人里長看不下去 連數三千居民站出來討公道 要和主委直求對決 來到宮廟內前程膜拜 信徒鞠躬捐獻香油錢 不過疑似就是因為香火鼎盛 知情人事透露廟方的香油錢 大約三百多萬元 可能就是這筆錢引來地方人事寄獄 會計也在現場 都在現場 對 哪也不見 開什麼玩笑 福興宮百年前因為擺設三顆大石頭 稱為石窟國風 1996年縣職完成工程正式對外開放 信眾都沒有聽說過帳戶姑親 而且歷經八任主委都相安無事 怎麼會到了第九任 鬧出強戰疑雲 主管機關民政局強調 將會介入調查 在佩能力方面的職阱